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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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百公尺上的高山或操縱地下水的地方 或者是需要坎坤才有辦法生產的融作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還沒有香菇的這樣的產品 那今天大家吃的蔬菜啊 主要都是在京東市莫立港這邊所生產的 所以它是距離很近 所以它可以盡量降低碳排放 而且都是單元的蔬菜 那我今天有進去問了一下廚師 如果今天吃溫的朋友啊 會主菜是那個圖燒雕 這是在高雄圖內區所生產的 對 因為圖燒蠻 因為蠻魚相對少而且比較貴 所以我們今天讓大家品嘗的是圖燒雕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整個飯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仔細品嘗的是 待會兒的飯 因為大家平常吃飯的人是比較副角 可是不太好現在就是一個主角 你們剛是直接從台東過來嗎 你們應該是走排九線喔 向陽有經過向陽 不過你們從台東到平東就是走排九線 排十七 排十七喔 排九線 排九線 那個地方會經過四重溪的那個溫水水 然後我們的農場就在那邊 大概有上下各一角壁 我們也做兩期的道做跟一期的洋蔥 洋蔥也是能做到三個很具有特色的農產品 那這個米牙之所以特色是因為我們用的是 它是兼具產量跟口感 而且重點是我們用的是有機循環農法 是這個濾農六級裡面最料級的農產品 那之所以它有機循環是因為 我們除了不用化給出草劑 我們那邊也有養架芹跟甲醋 那他們都是很好配料 然後再一次農場這樣循環這樣 那待會大家可以品嘗看一看 那待會我再帶大家做個綠建築的答案 謝謝 不是大黃瓜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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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可惜喔 海公鍋是多少人 我們盡量把它再浮起來 因為它很高很輕 我們沒有矮化 所以都容易倒 那個木瓜就是從那邊來 謝謝 那我這邊不小心不矮化 沒有什麼原因 自然 現在我好期待 這個接種 對 我後來有看到一種做法 就是它在目光一定高度之後 它就會拿照子 直接從這邊插進去 然後把它拔開 然後再插到圖裡 它變成一個刺激的這樣 他們那種做法有點像是 林邊的簾會把它進海水一樣 就是讓它感受到逆境 它就會有更好的技術 就是它屏東這邊的籠罩 就是這裡 那各位同學 你們 剛進來的時候 應該看到是這個景象對不對 對 那你們猜得出來 這邊有本是什麼建築嗎 這邊其實有40年的歷史 有人要回答嗎 這個地方 廠罰 也是 很多人 航空市 廠庫 都還沒有捷徑 這邊是航廠 沒錯 這邊已經有40年的歷史了 這個地方就是沒有看到另一邊 你們剛進來應該有發現旁邊有幼化碟 對不對 還有反而可以說 對 這邊是以前台唐的幼稚園 我們剛才先讓大家看一下 他跟汪費一個這樣子 他其實汪費好不斷 怎麼記得 其實我們理事長後來發現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就決定把我們之前在推過 綠色生活的或綠色經濟的理念 來這邊做一個實踐 我們這邊其實有三個單位 除了服務的是坪東環境保護聯盟 他是台灣環保聯盟的一個坪東分會 那理事長另外又再成立了分別 他想要回應農業問題跟飲食問題 所以又另外成立 綠農的架跟彩虹餐廳 這兩個社會企業 他可能 柏龍老師或者是原地老師 或那個光老師比較認識 其他同學有看過他嗎 應該比較少 欸你這是從台東來喔 沒有沒有 台東大學 因為我看那個招式那邊 不是說特別針對台東 台東是不是那四個也是台東大學的學生 對啊 還是台東高工啊 沒有沒有 學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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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大 那這邊你們等 還很大 這就是我們這邊三個組織的創辦人 他叫黃輝翔 他本身啊是這個地方的一個高中的主任 那他是念社會系跟社會學研究所 那他在高中也是教那個風景與社會 所以他很關心這種社會意義 特別是原樹林跟環境防護 那就是 呃 他一邊教書呢 一邊就在參與這些環境的運動啊 那 同學在參加這個儀位之前 大概知道環保運動在做什麼嗎 對 對 有一些而已吧 對 那你知道國龍老師以前是黃寶師長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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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黃寶老師也是黃朝階 還有他 還有袁立老師 所以 理事長他平常在跟大家介紹就是會拿這一張 就是他 你看他一邊教書那一邊在參與社會運動 可是都在煩煩煩煩煩 都在反對各種的開發案啊 不過他這十年下來他自己覺得很挫折 因為他翻這麼多的案子 其實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就他一直覺得他自己的這樣的生活 叫在狗費火車 然後他一直從中一般沒有成功 二來也發現一起參與的人並沒有變多 所以他就一直在思考說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關心我們的環境 那直到2005年 你看到這邊中有一台很不太清楚綠色的東西 他開啟一個友善環境的生產模式 這樣啊 這個跟他兩個背景有關 嗯 一個是 他是屏東這邊的萬丹人 你們知道萬丹場什麼嗎 紅 可是有看到音響杯嗎 對 他是紅豆很大的產地 他本身 他們家也是屏東半丹那邊的農家 從小都就是要很多的時間是在農地上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有提到他是念社會學 那他的研究所題目就是在研究台灣的農業社會結構 所以他對於台灣的農業也有蠻多的關係 他就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他呢 有一天經過這個地方 他叫幫山 他也叫幫山 對 你們剛剛我問那個司機大哥說他們 你們是走台九線過來 你們剛剛是從台東在這邊嗎 然後從台九線在那邊然後在桶上 那 你們剛剛有注意看那邊的海是什麼顏色嗎 因為他是一個蝦腸狀的巷子 對 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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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深 黃色 因為這幾天 對 破題了 你會有看啊 你會有看啊 其實這幾天有下雨的話應該會特別明顯才對 就是而且最近 最近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農作物啦 你們知道桑山出什麼嗎 他跟另外一個產區 齊米 就是在台南的玉井 蠻果嗎 對 那邊的蠻果嗎 對 就是愛文的蠻果 可是你們剛剛如果有經過會有發現到 是那邊的蠻果是生產在 呃 你們哪個方向應該是 右邊是上坡 左邊是海蠻 嗯 那山坡上就 蠻果樹就是中華山坡上 嗯 可是它的 呃 你們可以發現它是光突突的標題上有蠻果樹 因為他們習慣用煮廠寄在廣地啊 對 那 就是 這樣的結果呢 會造成 呃 每次下雨那些低沙就會衝到 因為它很 很霞場 所以它就會直接衝到海裡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 呃 你們今天可能沒有去過這個地方叫車城 對 你們去過海參廣嗎 大部分人都有去過嗎 那個地方附近有一個最大的土地公廟 你們知道嗎 這叫福安宮 對 那它那邊的外白啊就是其實是墾丁山谷分部的最北界 那它離這邊跨山其實很近 那它沿岸流啊就會把這些泥沙 會往南帶 然後覆蓋住那些山谷 而且那些泥沙可能都還有除草劑化學肥料跟農藥等等的東西 那理事長就是在某一次經過的時候發現到這件事 那它才覺得它可以從這邊來切入 所以它就開始在找 呃 融友合作 說看對不願意用比較友善的土地來更做 因為它覺得與其不斷的這樣的抗爭 不如實際找到沒有轉型 它就是一個任具體的一個方法的那個做法 但是呢 它那時候 呃 去跟他們找這些農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它是炸製機關的 因為它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來跟它的收購 你知道為什麼理事長要出比較高的價錢嗎 有人講到就是產量會變少啦 對 而且品項會變差 對 你就是比較爽 對對對 而且不會 大自然的產物其實是層次不齊 有好的有不好的 它不會像是我用農藥管理那樣正產出來的意思 對它就是意識到這個 然後 呃 剛好一個返鄉的青年 其實已經四五十歲了 可是四五十歲在公園裡面算青年喔 對 然後他們就跟它合作 然後一年之後好跟我們一起生產出來 那 理事長 因為那時候還在高中當老師 所以 就利用教育一屆的人脈把 那些蠻多多小時 那農友才 呃 相信他在玩真的 所以才叫異傳實實穿白 呃 好 我們該到後面 看一下 才 呃 在這十年的時間 累計了一百多位的農友 協助他們轉型成功 那 就是 雖然只有一百多公頃 其實整個台灣的農地有 六十八萬公頃左右的可根地 占的面積是微乎其微啦 不過就是 比其一直抗爭沒有結果 啊 你知道我認為說這樣 呃 逐步的輔導農友轉型 其實是 呃 可能是一個更具體的一個成功這樣 那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 綠農的產品啊 有分這六個等級 那我剛剛 大家會吃那個飯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是 就是 他是這邊 我們這邊回憶的產品 就是屬於這個的 其他都是這邊的 對 呃 五毒這邊大概在50% 啊 有機這邊大概在50% 然後最後一個是 裁縫級的 對 因為其實 我本身也算農家之地 我是Villager 那我那邊也是一個農業大縣 啊 那時候就 我還沒來這邊之前 其實就 有接觸到一些有機的觀念 然後一直試著想要說服我的家人 可是一直都失敗了 因為我沒有相關的經驗 然後就 呃 來這邊之後 有比較深的感觸啦 因為其實 呃 農友要從喚醒到 有機這段過程是 呃 要有很多代價的 呃 包含很通路 產量 還有剛剛講的評價的問題 所以綠農的家 這邊扮演的就是一個這樣 中間過程輔助的角色 他們就是輔導農友 逐步的轉型 就是 而且擔任他們那個通路 然後甚至 其中被提供一些補助 像說我想喝草雞啊等等的 讓他們減少那些會破壞移地的方式 所以就是 綠農的精神就是 除了生產的過程要友善環境 那也強調說 交易的過程要友善農民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創造出那個 共善的關係 對 那 看一下 那 今天呢 因為 這個 贏對最主要的目的 還是在講 綠農的部分 對不對 那 看一下 我們這邊 其實 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平常不會開東西 只有這麼多的時候才會開 因為我們上面就是太陽能板 待會兒再帶大家去樓上看一下 我們隔壁是辦公室 我常常會跑來這邊辦公啦 因為這邊比隔壁的温度大概低個四五度 就是有裝太陽能板跟沒有裝太陽能板 我們後來發現它有這麼強的效果啦 那我們的 東西兩面 其實都有裝可樂牆 呃 它的材質有點像是 待會兒在大車上去看 其實只剩十分鐘喔 不然我們就直接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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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帶回上去 三個 看人板的發現跟用電量 有一個即時的顯示器 我知道你們這次好像是要加3.1 3加1 3加1喔 你知道他們自己做耶喔 是 真的喔 不過現在摸到的款已經超過10K了 真的假的 哇所以已經超越原本 超越原本的計畫 你們也是用多精細的嗎 還是 蛋精細的 我不曉得是 跟哪一家要的 可能 茂迪啦 茂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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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 他會裝 三樣多也 三樣多也 我知道同學好像 好像有在同一天 就上完綠能跟節能 合理一刻對不對 對 那你們說這三個是什麼 這三台藍車是什麼 唉唷 有人講到Inverter 那他是要把什麼 Inverter什麼 他是要把 因為他發的電板 是我來交流的 喔 然後把他轉直 沒錯 阿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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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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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人要耶 他是 地質熱的 喔 所以他會熱的 地質熱的 地質熱的 我們昨天請他 養 冰箱器 阿妖 他這張超級實 阿妖 同學都很危險 阿妖 阿妖 那他還有 除了轉換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大家知道嗎 他其實也可以防雷擊跟突破 所以他其實算是整個系統的一個心臟 那 我們剛另外裝 整個這樣35平的造價大概是 97萬 那 剛大家看到那個即時監控系統是這一個 他叫太陽光電系統 這一個 我們可以即時遠端的了解他的用電量跟發電量 阿他們那邊有一個工程師的模組 他可以即時知道說我們這邊是不是有哪個壞掉了 阿他就可以遠端的幫我們做處理 就不會怕說突然怎麼了我們都會沒辦法發電 阿我們這邊是採即發即用 就是沒有盾售給台電阿 那 本來是 在還沒有餐廳跟門市的時候是有辦法自己自主 可是因為現在 呃門市的冰箱啦 或 廚房的一些用具 其實都是 泡層很大 對 所以現在其實連白天都不夠用的 那 根據我們 呃 去年營業一年 呃 應該說發電這個營運一年的結果 大概可以發 兩萬四千度左右啦 那因為上次原地老師有幫我們提供我們 那個營業用電的最高級距 我們其實這樣一年大概可以 呃 收 十四萬 十二萬 這十四萬之間的應收 所以他的回收的速度其實算快啦 可是當然我們想要裝這個不只是為了賺錢 因為我們就是剛剛在推能源自主 就是我們希望呃 台灣有這麼好的呃 天然資源 而且我們又是太陽能版的生產第二大福利 我們有這樣的技術跟天然條件應該可以多加的利用 來取代呃 可能會造成呃 環境污染或代價的其他呃 呃 燃料 包含可能 深煤啊 呃 煤炭啊 或者是核能等等 大家知道一年台灣有製造時數大概多久嗎 製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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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10個地區裏 平均哪有一個平均 平均10個小時 10個小時 平均 平均應該說 製造可怕電的 喔 你說是可怕電的 你說可怕電的 紫色的那種嗎 沒有可怕電時數的話 像我們平常是大概3.7 3.8小時 你說 你是說一天啊 兩千小時 兩千到三千吧 應該 一千多 一千多 最多有到一千四左右 對不對 在台南的 賽岩的那個地方 跟屏東的那個區塊 全台灣 全台灣 全村是最多的 對 因為我們會講這個 其實是因為 呃 日本跟德國其實都不到一千啦 他們有 我們的天然資源條件比他太好了 可是他們 呃 因為可能安裝的面積大 所以他們 呃 可以再生能源的比例 比我們高出很多 那 我們 欸 剛剛 那個老師有提到說 其實 我們這一台變 呃 這個轉換器啊 他其實一台就有辦法 控制這邊所有的 那為什麼 要裝三台 他們說 他們說只要一台就好 他們說一台就夠了 他們說裝三台其實是有點要分散風險 哦 他其實是三個 那個 三個部分 然後再 一串連嘛 沒有啊 再一次 對啊 一串連 對啊 是不是先三個區 然後再一次 不會 不會 一台不夠 因為他說一台是負責三分之一的區塊 對啊 那假設一台 當機至少還有兩台 因為這一種大概是5k瓦等級 真的喔 所以他其實這樣剛好也是15k瓦 對對對 一台 因為 你那個一台如果15k瓦 你們這邊超過15k瓦 超過 所以他用到20k的 20k的很大一台 真的喔 因為他之前不能說我們說一台就夠用 應該可 好 對 那 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 他有 你看大家現在下面其實不算太適合對不對 對 跟其他的 鐵 屋頂 來相比 那其實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隔熱效果 對 那其實大家踩的地板啊 我們有塗了隔熱器 嗯 涼涼的 這個喔 他其實有 應該說 塗隔水啊 還有 隔熱 我們一共組了七層 呃 七層 七層 不過我最近發現有另外一種做法 他們叫隔熱磚 就是兩個磚的中間它有一個類似發泡材質 對 所以他也可以直接傳導進來 他這樣的做法其實跟我們東西兩側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金屬板也是這樣的做法 他也是一個金屬板 然後跟我們磚牆中間有一個發泡材質 所以他真的不會直接傳導進來 在這邊 因為我們有另外用那個 那個 南邦松 那個 合研所做的一批在 在那個 錦那邊 沒有沒有失敗啊 那以前 他那些政府那個 蘇漢志有沒有 他現在蘇漢志 他害了一家廠商在柳營 投資了 一堆錢 那個效益也不好 因為以前他那個 那個追日齁 以前我們追日是用那個 用 用追日計 那追日計 他是靠一個移頂去感應你的陰影 對 下來以後 那個 他的那個電壓過去會不一樣 所以他用 他會自動去調整你的東西 要對正太陽 太陽 太陽跟你 你就太陽在哪裡 他就會調整到 讓你整個板子 就是完全對照太陽 可是 有一個缺點啊 那個突出來一個東西 小鳥很喜歡來站 小鳥一站上去的時候 他就亂穿 現在 現在 後來那個 HCVV他們就導入NASA的科技 那NASA的科技就很厲害 NASA科技他就是說 他用電腦 去計算出來說 你的 經緯度 跟你的高度 然後計算出來以後 他就知道說 什麼時間點 太陽 應該在哪裡 他就朝在哪裡 他也是朝著太陽 應該在的地方 他就單純用 用光控 對 他就用電腦 他其實不用了 你只要知道 你的位置 在哪裡 就一個program 對 就是NASA的技術 他那個還要高度 你要海拔 因為海拔不一樣 你的角度就不一樣 他那個對焦要很準 你看他那個 才這麼大 才這麼大一個 一個點 那你看 就是像我們小時候 在玩那個放大鏡 在去焦 一模一樣 那個叫HCPV 那個是另外一種 這個是精細的 精細的有一個 那個就是這個很燙 所以 這邊你們可以高一點的 可以摸摸看 他其實還蠻燙的 現在有 公園院熱的沒來 公園院他們其實有在 煙花就是 底下再讓他跑水 然後水可以把熱帶走 效率會更好 所以帶有在做這些 那如果像那個 寒帶地區 他們那個熱水來講 他就可以激 然後那個 晚上的 含氣又可以使用 那個能源效率又更高 他也跟他做熱的嗎 他運作不會 不會糖 那個熱水 因為他 他在激 薑 進去 手 那 他 如果 他 那 他